啊 哪一台就是装他这种 这个开始之前呢 先要组装燃烧器 燃烧器呢 有四根尼龙棒的支架杆 然后呢 分别插到吊篮的这个 插桶 短管里面 然后呢 上面把燃烧器 这个也是插到这个尼龙棒里面去 这样呢 把燃烧器先架起来 架起来以后呢 这个连接那个钢瓷绳 钢瓷绳的连接方法 看看这个画面啊 对 这是完整的一个钢瓷绳的连接方法 然后呢 钢瓷绳呢 它是两根 跟这个尼龙棒呢 是并行的 上去的啊 不要搞错了 怎么可能 这呢 像是一个人想的 板石内按毕色 哦 这是一根一样的 如果不是 你把柯细放在这里 就好了 好 这要是 你把柯细放在这里 我现在就在这里 我把柯细放在里面 我把柯细放在这里 连接完钢丝绳以后 把自家杆包布安装上 安装方法 像画面中的样子 把拉链放到上头 把管路也包到包布里面去 然后开始连接气瓶 试火 气瓶的安装方法 气瓶的安装方法是这样 首先把气瓶固定到吊栏的一个角落 用绑带把它固定好 有吗 帮忙吗 一般 在中国大陆呢 我们是 如果在国外的话呢 它那个瓶的接口可能会不一样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或者说我们发货 客户收到以后呢 这个接口呢 他们可以 在他们当地 找那个 这个 压接这种管路的 然后呢 把这个口给它切掉 然后呢 换上他们当地匹配的 这个 液化器钢瓶的那种接口 现在呢 这个燃烧器呢 有三条管路 三条管路 两条是高压管路 然后呢 它是燃烧的 液化器的液体 第三条呢 它是有一个减压房 这个减压房呢 是燃烧的 这个 液化器的气体 接 去接气瓶的时候 一定不要搞错了 如果 那个 他们当地的 没有这种 带两个接头的 这个气瓶呢 可以 把这个 带减压房的 这个单独 接到一个 气瓶上去 再转180度 两个瓶都像 再转180度 三条管路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国外的气瓶没有这种 带这个液缓和气缓的这种情况 那么可以 一般情况他们应该是只有气缓 没有液缓 那在国内我们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我们的一般的采用的方法 就是把这个气瓶倒置过来使用 现在气瓶和气瓶 燃烧器的高低压管路全部连接好以后 开始试火 试火的时候先打开低压管路的阀门 燃烧器上弯曲的手柄 就是低压管路低压火的开关 打开以后有电子点火 调整一下减压阀 一点声音都没有 调一下剪压盒 紧 好 现在有了 好 现在有点火 现在火就着了 听到你声音啊 稍微努力了 这个长明火 然后呢 现在可以试一下竹筒 试完火以后呢 把这个阀门全部关掉 把管路里面的气排空 然后呢 把吊篮放到 开始连接球囊 准备鼓风 好 现在呢 把吊篮放倒 用吊篮的长边 接触地面 吊篮放倒以后呢 现在是连接球囊 先挂上吧 先挂上吧 先挂上 先挂上再抬 好 等等等等 先挂上 先挂风兜 风兜挂上了吗 主要 拿个笔 拿个笔吗 组装的时候呢 这个钢磁绳分四组 分别连接燃烧器框架的 四个螺纹连接环 钢磁绳去挂 以前呢 先把钢磁绳里顺 不要发生缠绕啊 扭曲啊 等等等等 通过旋转 或者是把那个 螺纹连接环打开 把钢磁绳里顺 以后呢 把它连接上 连接上 把这个螺纹呢 锁死 锁死 然后呢 反拧弹圈 这 来到就脱裤子 哈哈哈哈 呃 四肢钢车绳连接好以后呢 开始把球铺开 呃 因为我们这个是新球是非 所以呢没有挂这个下面的风兜 然后呢我们给你发货的时候呢 会把风兜给你们挂好 呃 你们铺球的时候呢 要把这个风兜放到这个地上 就是这一个球口是圆的嘛 然后呢把风兜铺到底下去 好现在把球完全的铺开 等一下 嗯球完全的铺开以后呢 会按照7号 7号载荷带和18号载荷带 安排两名地勤呢 把这个球给它 嗯 完全的伸展开 那个灯会儿再接灯会儿它要拍的 一下 按照7号载荷带和18号载荷带 从球的这个下口开始 呃 好现在呢 球基本上完全的斩平了 嗯 斩平以后呢 这个就要开始鼓风 在启动风机鼓风的时候呢 然后呢 有有要有两个地勤来撑球口 飞行员呢去球的上头去沾顶伞 呃等一下风机启动以后呢 它的噪音会非常大 呃可能我说话呢 这个就没有什么就就听不清楚了 所以 好现在开始鼓风 嗯 启动鼓风机以后呢 要把球上口的那个顶伞 呃 把那个魔术帖 要粘起来 这边他们工作人员已经把这个魔术帖已经沾好了啊 我给你演示一下看一下 他对应着都有这个 不懂 等下就 等下就起来了 等下就起来了 对应着这个 每一根载荷带里面呢 都有一根控制 固定顶伞的那个 定位绳 然后呢 定位绳和这个载荷带呢 是在一条线上 然后呢把这个魔术帖这样粘起来就可以了 看到了吧 嗯 同时呢 在球顶的 正前方呢 会有一根绳子 这根绳子呢 是连接到球顶的这个球顶金属环 然后呢 在这个绳子的末端呢 会要安排一个名地勤 去拉住这根绳子 这样呢 能 控制 保持 球 呃 在起球的过程中呢 不会左右的摇摆 我们回到 嗯 球虾口的那一段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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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时候呢 必须点燃这个燃烧器 开始往里面加火 加火呢 不要着急 慢慢的加 加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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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时候呢 球呢 它就慢慢的升起来了 升起来以后呢 控制着把球加饱满 地勤配合着压吊篮 然后拉顶的要把这个顶绳拿过来拴到这个支架杆上 球完全起来以后呢 就可以升空了 升空呢 就是通过这个飞行员在吊篮里面加火 这个加火呢 要控制加火量的多少和加火的时机 好 本次教学视频就到此为止 好 现在呢 开始控制球的上升 球的升降呢 完全靠这个飞行员加热燃烧器 操动燃烧器 加热球囊温度 球囊温度持续的往里加火 球囊温度升高 球呢 就缓缓的升起来了 现在呢 球已经升起来了 然后呢 如果想让它降落呢 呃 不加火 球呢 就会缓缓的往下落 好 现在给拍摄一下怎么收球的这个程序 呃 气球降落到地面以后呢 所有吊篮里的人一定一定不要着急跳出来 一定要有足够的地形压住吊篮 或者是飞行员 拉开球囊里面的顶散操动绳 把球的这个顶散拉开 排出一部分热空气 这个降低球的球囊里面的温度 然后呢 呃 让球没有升了以后 吊篮里面的乘客才可以出来 好 锁锁吧 然后呢 把这个顶反绳拉开 然后呢 球顶的地形呢 去拉那个顶绳 把热空气排出 球放倒 就完成这个倒球的工作 球倒了以后呢 然后呢 地形配合 把这个热空气排出 我去拆 这点可以解开了吗 可以 先担担吧 我这边也没解不解不解 我 谢谢 您是真多的 就那一根 就那 您刚才第一满 对那根就是不散 这个不散 啊 这个 这个 水下来了吗 你这些 你两根肯定是有一根 就是一根 水跟下 那 水 水 去除断了 是啥的呀 是啥的呀 都是啥的啊 鸭鸭鸭鸡 排气的时候呢 球下口有两个地形来配合了 把球 这个时候呢 要把球的顶桿拉开 拉开呢 这个球顶呢 是一个很大的口 然后呢热控器会通过这个球顶口 排出球囊里边 拉着拉着 先别先别挤着堵过来 先拉您的身一拉 你不拉他出不去 对 看你拉看你拉 然然一同一货 一同一货 他得去 或者跑往外跑 对 对 慢点 你那是能不能你你母老婆往下车 过来再去两个日拉已经晚了 好你看通过这样呢 就是把球囊里面的热控器排出球囊 这个 着急不来 你慢慢的来 一个球囊里面呢 有2200个立方的热控器 要完全的排出来 因为球囊里面的球 球囊面料都是带涂层的 所以说呢 它是不透气的 只能通过这个上口 排出 所以呢 它就会比较慢 然后像这种情况呢 这个下口的工作人员呢 地勤呢 就是一点一点的收拢 这个球囊 把热控器挤压 通过挤压 让热控器从球的上口 完全的排出去 最后形成的这种情况呢 就是这个球囊完全的铝顺 成一缕 就这样往前 一直往前往前推推进推进 直到球上顶口 把这个热控器完全的排空以后呢 把球囊打包